赔税爱资而火爆东南亚的A12王美玲 本期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它做出来 并非宣传或者抹黑 而是单纯记录 王美玲是什么人 话说王美玲 我们先说一段关于王美玲的传闻 王美玲湖北人 身高167公分 体重52公斤 大学毕业 学的是美容化妆 21岁大学毕业后来到菲律宾 在索莱尔12楼做人事 然后在公司被上级潜规则 随即快速上任人事主管 之后长期与公司的老板保持亲人关系 后来公司发展去了双龙 接着做人事 期间认识了一个菲律宾华人毒贩刘哥 并学会了吸毒 长期靠与刘哥发生关系换取毒品 此生活很乱 前前后后在双龙交往了9到11个男朋友 有本公司的 也有其他公司的 但是无一例外 每个男朋友都被戴了绿帽 2017年的时候得了爱滋 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继续和刘哥保持关系吸毒 2018年7月 在兰桂方包间玩三日游戏 被同据了一个男主管拍成视频 并告诉他男朋友 随后被曝光视频和给其男友解释的聊天截图 被各大华人群转发 迅速成名并火遍菲律宾 成名之后辞职回国 去了重庆 认识了一个社会上的大哥 人称强哥 期间没有工作 依靠和强哥的关系 在重庆生活了四个月 之后由于其吸毒太厉害 强哥不满 不给他继续供应毒品 王美玲就自己回到了老家 并认识了现任男友 但他没告诉现在的男朋友自己吸毒 分手后 难得发现得了艾滋 随后曝光相关的视频和聊天截图 流出来以后再次被转发各大华人群 这就是流传非常广的关于王美玲的传闻 事件的后续发酵 这件事发酵后 经过我多方调查 了解到这个传闻 确实开始于2018年7月份左右 也就是上文描述的 喜欢三人游戏被男友得知后曝光的时间 到2019年2月份左右 这件事已经火遍菲律宾 并从菲律宾逐步蔓延到柬埔寨 缅甸等地 并传回内地 到2019年9月份前后 也就是一整年后 事件到达顶峰 王美玲也被称为菲律宾第一网红 并火遍东南亚 至今仍有许多人在网上尋为王美领导的新冠情况 当然更多的是在找王美领导的视频 王美领导的自我澄清 2019年10月9日晚上11点半 王美领本人出面 在硬客进行直播 当晚粉丝高达8.2万人 回应了四个众人关心的问题 第一 你怎么没听你这个人给我感染呢 你死了 是否有罗罩 是否有某方面的小视频 王美领回答 所有的照片都是公开的 龙哥是谁啊龙哥 没有所谓的裸罩鱼小视频 都是骗钱的 其实你们送你我 我不是照片的 直播间还有不少网友 声称自己被骗了钱 我这跟你 第二 是否得了艾滋病 王美领回答 怎么可能得了艾滋病 不知道是谁在传 但是我绝对不会得艾滋病 第三 是不是被王美领招了后 有落地炮 王美领回答 有听过这样的传言 但是并没有这样做过 她当时不需要这样的行为 来充业绩 第四 在菲律宾的恋爱时 王美领回答 确定的恋爱时有两段 分手后很痛苦 现在挺过来了 这次直播 王美领同时与其他三位主播进行了PK 都是秒杀对手 在同时段的硬刻小视榜 王美领排名第一 事件的调查 王美领在2019年10月18日 又再次进行了直播 此后又开通了抖音 并有了自己的粉丝后援会 向着商业发展 而且开始买卖微信号 王美领的真名叫王美领 出生日期1997年 学到形象设计专业 2017年到菲律宾做人事 不过子女平时比较洒脱和豪放 此次事件是一次策划炒作事件 主要进行了三波营销 第一波是2018年年底 假借感情就格 大肆贩卖小视频 实际并无那些内容 第二波在视频被大家识破后 开始直播 一开始人气很高 小赚了一点 但据我观察 它并非好的直播 因此人气急剧下滑 第三波开始扩展商业 不过目前起色并不大 总的来说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炒作 一开始的点资比较好 所以开始是破位成功 但后来没有好的操盘手 因而没有有效的转为商业奇迹 至今仍有许多人在问 关于王美领的内容 并试图找到某些视频 但实际并没有 此次炒作事件 也终将回复平静 不过作为网络上泛弃的一点涟漪 三七泰秘如实地把它记录下来 一共后来者见阅 最后订阅时最好的遇见